哈喽大家好 前几天我上网冲浪看到了 唐指甲出了雪妹娘的新品 等雪妹娘爱好者肯定不能错过了 那我就先冲啦 到店里了 这是我们点的全部了 然后五个口味的雪妹娘all in 还有两杯 一个是森森乌龙奶油点 还有一个森森乌龙奶茶是新出的 然后还有之前出的 仙层系列没有吃过也点了两个 外面有点晒有点可 先喝一下这个森森乌龙奶茶 这是那种很清烈淡淡的乌龙茶底的奶茶味 完全不是那种放那种香精料调出来的 这款真的好好喝 这个是森森乌龙奶油顶 上面的奶油比较润滑性意 我真的好爱这种奶盖上面加坚果的 它是在乌龙茶底的奶油 这底的话也是乌龙茶底 乌龙茶底 骨色很好喝 蜜桃味的雪妹娘 这很可爱很有少女性的颜色 它中间有那个蜜桃的颗粒 是那种QQ的 不是鲜的桃子果肉 里面的奶油冰冰凉凉的 很好吃 然后皮也是比较Q糖的那种 我就想说像义尔的皮肤 很光滑很细腻 这个是青苹果味的 也是做了一个青苹果的造型 上面这一个是巧克力吧 这个饼 上面巧克力是有一点带苦味的巧克力 这里面好像也是有那个青苹果的那个颗粒在的 其实吃青苹果味的我觉得惊艳到了 因为它很像我小时候很爱吃一款青苹果味的棒冰 这应该是奥利奥味的 这款奥利奥味的用的是咸奶油 奥利奥粉末不结块 蛮细腻的 这个应该是奶茶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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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那个珍珠 中间的那个珍珠其实是那种QQ脆脆的 不是那种有韧性的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 这个红茶味真的特别浓郁 特别的纯 水梅娘做的都不甜 就是吃几个也不会觉得你 最后一个水梅娘黑芝麻味的 这个是不是我咬的最好看的 里面有好多好多那个黑芝麻粉 这就是黑芝麻 喷香喷香的 我一个不太爱吃黑芝麻的人 就觉得它特别的香 它的奶油做的就是黑芝麻味 然后外面都撒了很多 花生粉 他们家 水梅娘的皮真的好软好弹啊 这个是海盐焦糖千层 特别的貌美 红丝龙的蛋糕底 然后上面还撒了那种玫瑰花 吃这个一定要把那个 外面的玫瑰花产下去 很清新的海盐味 然后加上那种淡淡的玫瑰花香味 真的很回味无穷 然后它中间的奶油是比较 适年的那一种 所以就是总体感觉 这个千层皮的存在感 不是很强 就是融合的很好 这个是巧克力千层 中间还有那种巧克力豆 巧克力味特别的浓郁 不是那种烈士的巧克力的味道 看加上奶油特别那种失联 就是把皮都粘连在一起 就是感觉不到皮的存在 今天呢吃了那么多 嗯两款饮品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森森乌鲁奶茶 然后雪梅娘我觉得最精神就是那个 蜻果味的特别好吃 而且从来没有吃过蜻果味的雪梅娘 两款千层呢我觉得也很不错 因为他们家青层我是第一次吃 就皮跟奶油就结合了 特别好 特别细腻 总体感觉 那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